師父慈悲,請問一下在試修上面,我們用懺悔方式來破壞葉種子 那我們有種相懺或是別相懺 那它對於破壞葉種子的效果有什麼差別 當然你針對一個葉來懺會比較快 但是 我們在懺悔的時候也要有一些種相懺 因為你不知道你前身做了什麼 所以一邊兩個都要針對你 今生你可以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就是 用總相懺 往昔所造諸二葉,皆有無子探生吃 從生以一之所生,一切我心皆懺悔 我們到了懺悔的時候會詳細的說明 就是說其實懺悔 它的重點還不是把葉障給燦了 其實這個不是重點 它是培養你一種懺悔的心態,這很重要 因為這個心態到臨終的時候非常重要 懺悔的心 所有一個臨終人能夠往生,面對葉障陷情 它為什麼能夠產生扭轉 它一定要去懺悔的心 你看看淨土中的往生的人 每一個人都身體大聲懺悔 然後再提起正念,沒有例外 其實懺悔業障 師父要你們每天拜八十八佛 重點還不是說你能夠懺悔多少 其實你的葉是燦不完的 但是非常可貴就是你透過拜燦當中 你培養一種懺悔的心 你培養一種懺悔的心 這個對你非常關鍵 非常可貴 非常可貴,就是說 有些人他臨終的時候業障陷前 但是他跑不出來 有些人業障陷前 他能夠突破業力 迎向彼頭的瓜皮 因為他有懺悔的心 我們臨終的時候 可能不是很平靜 因為阿拉也是會獻錢 他會跟你算帳 那一月三十算總帳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有危機意識 因為你要一次結親 因為你要離開三界了 阿拉也是要跟你算帳了 我們不知道阿拉也是 是不是有重大的罪業 當然你懺悔 他的業力會降到最低 但是最關鍵的是什麼呢 這我們相當後會講到 就是說 你必須在第六意識培養一種反轉的力量 這個非常重要 往生的關鍵就在這裡 你有本事在墮入到黑暗的業力當中 你自己能夠爬起來 你不要老是觀想 你離中的時候一定是很自在的 有一個冷氣吹 身心安樂 身無病苦 心不貪戀 意不顛倒 那是理想狀態喔 你去看看離中了 沒幾個這樣子 沒幾個這樣子 都是放不下的啦 你身體插滿了管子啊 內憂外患啊 知道吧 內有妄想之所 外有病痛的干擾 弄得不好 還有親情的哭泣啊 你怎麼辦 你怎麼從這個 逆境當中突破出來 跟彼陀感應到焦 這個就是說 我們不知道我們臨終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你最好能夠養成一種反轉的力量 培養一個 所以我們後面的士修 為什麼要培養一些善根 要意念 就是說 你必須要讓你自己 在墮入到萬丈深夜的過程當中 你有本事跳出來 我們必須要養成一種反轉的力量 這個就是你修行的真正目的啦 因為你不知道臨終的時候 會有什麼障礙出來 所以我們後面 會開始講到 怎麼樣去 包括第六一世 來調伏第八世 其實修行只有兩件事 就第六跟第八兩個人在抗拒 離終的時候 你第六一世薄弱 那你就跟第八世走 對不起 舌月流轉 你第六一世強 第八世聽你的 誰念往生 只有兩種情況 只有兩種情況